不敢結婚 就算有頭路受傷不足 也不敢生孩子 生孩子也沒辦法教育 沒辦法忽養 這就是我們目前大家心肝共同的痛 我們就是要希望 當一個總統候選人 真的有本書 救我們八歲的艱苦 我們要求的是這一點 現在通通用這種污賊戰 要來抹黑對手 要來造成對手的熱選 因此 大家真的腦袋要放清楚 尤其剛剛 Coin進來的朋友 我就不要指名道姓 你這個時候 還要替這樣的一個人 在那地方為虎作倉 還要在那地方講顛倒是非的話 已經不斷打一段時間了 你說我們要尿 你看尿 你這種話是什麼道理 說真的 公道自在人心 不要為了停一個馬英九 把自己的人格良心都斷上了 今天我們要在這邊 為大家來說一些公道話 目的就是要扭轉是非 要婉轉民心 要讓台灣的選舉真正能夠提升 讓全體國民大家的智慧能夠提升 我們目的是為了這個 我們為了我們 我們在這製作人 是幾個人要去選總統 沒有人選總統 但是我們要為了選一個好總統 所以要說我們內心的會讓你們聽 大家要確認喔 來 許家欽 怎麼看國民黨今天控告雙雄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是 老狗辯不出心把戲啦 他現在也只剩下這一招嘛 過去特別廢案的時候 當時我把他告發了 然後他也是來告我啊 結果也是貞捷連起訴都沒有啊 他還自己說他又他策告 我覺得馬英九他的動作其實 如同過去到現在其實都一樣 如果特別廢案不是有社會觀瞻的問題 沒有瓜田裡相問題 他為什麼要有大小水庫理論 為什麼又要捐出一千多萬 那麼同樣的 今天我特別想要講一下 黃世民的角色 非常有趣的 宇昌案一發生的時候呢 當傳出說 特徵組開始要啟動 去搜索資料 是不是有進一步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黃世民總長 都沒有反應 也不跳出來 結果今天呢 也沒有否認 也沒有否認哦 今天復邦案急了 他是不是有揣摩上意 我不曉得 這個可能要請黃世民總長自己講 他突然跳出來啦 開始交代啦 還交代蔡明忠先生 什麼時候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說復邦案已經被 這個兩次調查都症結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企圖擔任一個 馬英九的化妝師耶 替他擦枝抹粉 然後替他漂白說 沒有啊 我檢查總長鐵漢都站出來說沒有了 你們還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你說 總長他的立場有沒有公正 我想這件事很簡單的嘛 這樣看就清楚了 我們要問一千五百元沒去嘛 他覺得有沒有什麼對價關係嘛 而且我覺得黃光 黃世民跟我們說 圖利的部分已經簽結了 好像說你不要再花了 是啊 可是這兩個之間沒有什麼所謂 在這個檯面底下 我們就想聊檯面底下這個交易到底怎麼進行的嘛 而且我再說一個新的資料 大家要知道第一次的增結是因為時間還很早 2002年 那時候這個案子根本還沒有合併完畢 我們知道整個富邦北銀合併案是到2005年才結束的 大家知道當時的高盛幫忙做這個合併案的評估 我們當時有五家銀行耶 在參與這樣的評估耶 結果他就評了是富邦銀行得到最好的成績 所以最後北銀跟他合併 結果這個高盛裡面幫忙評估的這個張果鈞先生啊 如今是我們富邦銀行的執行長耶 這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有沒有瓜田裡下請把總統告訴我們一下 所以黃總長其實他很簡單嘛 他問蔡銀宗先生一句話就好 他說蔡先生其實要為了平息風暴 你就把你那一張收去1500萬 拿出來嘛 拿出來大家看一下嘛 這樣就該管了嘛 為什麼黃總長你沒有去苦心勸一下蔡銀宗先生呢 而且今天還用這麼大規模大陣仗的站出來頭 替馬總統擦枝抹粉一番做通通沒有問題 黃總長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案子只要有新的證據 都可以重啟調查 更何況我今天講的 馬總統已經說沒有違法沒有弊案了 你還要查 那我們只有只能講說 那你就是按照馬氏的六法全書再辦嘛 否則我們如何解釋 黃總長你的行為是這樣呢 宇昌案 宇昌案是這個態度 公蔡英文沒有違法 他也沒有弊案 他也沒有弊案 那特徵組你在忙什麼 你在忙什麼 今天太贏了 吃飽太贏了 這個 來徐律師 這是李遠哲在2008年5月1號 透露兩個科技大佬捐10億元給國民黨 你怎麼看國民黨今天告劉文雄 那要不要告2008年李遠哲所講的10億元 搞不定嗎 2008年有沒有這10億元 那就是 狀況就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 我就選到 不然你要怎樣 不用告了啦 刷了啦 萬分就要說出來 事情還要大條對不對 好歸去啦 不要告啦 因為李遠哲一定有所本 科學家做事情 跟電視評論社說 有的人說 你都真的講講 他是科學家 做事情要得到諾貝爾獎 他講那個多嚴謹啊 無所本 一定是有所本他才會講 所以馬英九在2008年 他不敢去告李遠哲啦 2008年講到現在 單單大話新聞講這一件事情 講了多多少年 這是2008年5月1號報導的自由時報 是啊 郭寬敏競選辦公室執行長陳詩夢 前天拜會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 陳詩夢昨天轉述 李遠哲期許民進黨主席選舉 黨內所有人放下私心 以台灣福祉為考量 陳詩夢透露 李遠哲談到總統大選前 跟幾位科技界大佬參訊 有兩位大佬當場表示 各拿了五億元給國民黨 國民黨回應 無稽之談 絕無此事 如果是這樣 可能告的包括 陳詩夢也要告喔 對啊 李遠哲也要告喔 是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只是回應一下 因為我你告了 那兩個科技大佬一定會出來講 有啦我就可以拿你 你為什麼要拗 那這樣事情要怎麼辦 那不就破功了嗎 那怎麼都拿給國民黨 拿給媽媽救錢都會不去 為什麼這樣 不知道耶 這錢到底是國民黨 拿去拿去用 還是說有某某人 獨一瓶拿去 那就是國民黨 獨一瓶拿去拿去 這都有可能啦 這個國民黨要去解釋啦 但是國民黨只用一句話來講說 沒有此事 絕無此事 可是絕無此事 這麼嚴重的指控 這麼嚴重的指控耶 那你為什麼不講 為什麼不告 一告的話就曝光了嘛 他為什麼不告 可是劉雲雄這一次為什麼要告 因為劉雲雄這次 總統選機啦 這次在總統選機 李遠哲講的是在總統 他已經選上了 5月1號講的 他5月20號就職啊 所以呢 我已經選到 不然你是要這樣做 根本不理他就是了 是啊 所以啊 我跟劉雲雄講的這兩億 其實以我現在個人來講 我看到這個狀態裡面 配合李遠哲當時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相信劉雲雄 因為那一天劉雲雄 劉雲雄一直說 你媽媽叫你沒那麼清潔啦 其實劉雲雄下午要講 因為那一天早上 有另外一個錄影 剛好我跟劉雲雄一起要去錄影 所以我一大早就碰到劉雲雄 就禮拜一早上 結果跟劉雲雄在聊天的時候 劉雲雄突然間跟我講這件事情 他跟我講 然後我就問劉雲雄 那你那些什麼 你平衡是什麼 他當然有 我一定要點一下 這要他去講 我不能替他講 所以我站在律師的立場 因為以前劉雲雄在立法院 我們也是同事嘛 我們一起出國去 一些跟總統一起出國的 一些考察我們有去 一些新陽之旅我們有去 所以我跟劉雲雄很熟 我就跟他講 大哥啊 這可不能亂講話 年紀比我大 不過小弟要提醒你 我是渡法律的 他會給你購我來講 這購我來講 這是意圖使人不當選 萬一判刑是會 齒駁公權 萬一他當選桃園的立委 就會無效 就無效 會用撤子 因為這是會齒駁公權 而且這齒駁公權 會一輩子都沒有 你知道劉雲雄那種 正氣鼎然的告訴我的 他說 劉雄啊 我跟你講 我有所本 他就說 當時在國宴 前面哪一個 誰誰誰誰誰 他有什麼名字 他沒有什麼 他是沒有前面 我們給我 但是他跟他講 他說 他說 你如果有所本 有所本當然 你就可以說 他說我在考慮 結果下午 他錄影他就講了 所以其實我要跟大家講說 劉雲雄在講的那個口氣什麼 我發現他是很有把握 我的感覺是非常 因為我的書也做這麼久了 他講得很白 歡迎你來告 而且他歡迎你來告 所以劉雲雄敢講這個話 他是一個科學家 一定要有根據在這 也是相當清楚的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 馬英九說 他一個被子蓋三十四年 游泳褲破了還要拿去補 油煙口拿去補 我一直在想說 奇怪 游泳褲破了就破了 游泳褲一般會破 都是什麼 接縫的地方 就是那種材質 如果補了之後 補了也是沒辦法伸縮 我一直講說 下一次 如果馬英九出來游泳 我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是破前面還是破後面 還是破旁邊 還是破右邊 破左邊 我真的要特別看一看 你穿的游泳褲有補 那要補嗎 夢想家不要亂花錢 有一些東西錢不要亂花 就像人家講的 可以讓你從春秋戰國 穿到中華民國 我告訴你 你一直每天換一件游泳褲 那些錢都穿不完 那國務計劃費省一點 提檢省一點 是啊 你提檢人家其他的公務員 一個月一萬四千 一年一萬四千塊 你是一年五十萬 你把省下來的錢 通通去買游泳褲 你從春秋戰國穿到中華民國 穿不完 開什麼玩笑 所以我以後 我用一句俗語來告訴馬英九 他就是這種 他叫做什麼 吃自己的要省 吃別人的要狠 你看在用夢想家 用我們國家的錢 多狠啊 一點都不會疼惜耶 人民的血案錢都不會疼惜耶 可是用自己的好省喔 所以說笑話 跟馬英九 真的 他用自己的很省 用別人的好狠 來 姚記長 我覺得不是這樣啦 不是只有國家的錢狠啦 這背後不曉得有多少龐大的利益在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瞭解啦 我在這個劉文雄這樣說 李遠哲這樣說 我覺得 這個大家都 都可以相信啦 為什麼 馬英九在申報2008年 他的競選經費 總共是花了6億4千萬 他的募款所得是6億7千萬 這是監察院的公報 監察院的公報 但是2004年 陳水扁總統在選的時候 花的是12億 申報 但是 大家回想 民進黨比較嫌慢就對了 花的錢 馬英九那時候 用國民黨的東山 大家回想看看 2008年的時候 所有的電視台 都你搬 我準備好了 所有的電視台 都你搬 馬上 馬上就會好 有沒有 那些廣告都是巨量 當時其實我們有質疑過 因為當時我是文宣部主任 我們花的錢 我每天都乾瞪眼 因為我們僑步難為五米之吹 因為每天他的廣告量 大概我的十倍 二十倍 但是謝長廷當初申報是四億多 陳水扁當初申報是十二億 我大膽估計 剛剛這些 李遠哲所提出的五億 或者劉文雄 所說的這兩億 這有非常多龐大的金額 我們合理懷疑都隱匿申報 都隱匿 這隱匿裡面有沒有包括富邦這一千五百萬 有沒有包括這些科技到老這些錢 這主頭的錢 這些都難以想像 馬英九沒有那麼清廉 光富邦這個魚翅 不要說成就戰國 只吃魚翅就可以買三顆魚人口 你就要穿九十歲 穿九十歲 如果他穿魚人口的這個時間 我是覺得像這樣的東西 特徵組應該要來了解 你不是沒有不敢辦的案 還是你有不敢辦的人嗎 這些隱匿申報 這些牽涉到後面背後龐大的政商的利益 其實我們在富邦案裡面也有一個部分 我不曉得別的時間大家有沒有談清楚 富邦的台北市銀行過去都在黃金地段三角窗 總共的樓地板面積是三千五百四十五坪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用鋰岩時代的價值是1983年 2002年的案子 1983年的計價 這觀眾朋友 哪一個人買家的這樣買 好歹齁 你這什麼好歹 有六七十年的價值去買 怎麼好歹 所以這不是開國家的就像 對 我感覺說這房子後面是賺很強 這後面賺的我們都藏在哪裡 這個特徵組應該查 這人民應該要質疑 這就是從一千五百萬一直到合併案 大家覺得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什麼狀況的問題 等一下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來看 國民黨已經告劉溫雄了 那告不告李遠哲 也要看的是馬總統 今天人家說你現在沒那麼乾淨 但是馬總統好像他非常得意 因為很多企業家選擇要挺他 我們就來看看雙英 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挺小英的是哪些人 挺馬英九的大小財團又是哪些人 很害怕 很要 contex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